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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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全港600棟大廈的電梯維修保養的第三黑路白電梯公司 今天有接近80個工人罷工或者請病假 佔維修部人員總數大概80 他們要求公司加薪兩食 並且在下午和脂肪談判 不過就沒有取得任何的進展 受到事件影響 很多大廈的電梯禮行保養都要暫停 由明天開始更可能會影響到緊急維修服務 基電署對事件表示非常關注 而勞工署就說已經在了解情況 工人是不滿底薪過低 有工人說入行8年底薪才由6000多元 調供去到7100元 根據政府數據 這些加幅不單追不上通脹 而且與市場水平8500元仍然有一段距離 又說公司因為人手不夠 所以要超時工作 根據勞方代表莫潤泉所說 在談判當中資方態度強硬 沒有任何承諾 所以明天計劃升級罷工行動 公司就發表聲明 促請員工履行合約 回到工作職位 又說在進行員工薪酬數據調查 今年之內會根據員工的年資、學歷、工作表現 和內部技術考察等等 制定不同級別的系統性薪酬制度 並且會利用有關的數據 作為明年1月1日調整薪酬的依據 低深刻老白電梯 承辦包括曾發生墮電梯事故的大埔富士村 和扶手電梯斷給的朝景嶺、 至尊學院等的維修保養服務 上海染色曼頭案 今天在寶山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 上海盛陸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總經理葉維俐、公司銷售經理徐建明 和公司生產主管謝維修三日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名成立 前者被判處有期徒刑9年 而葉維俐和謝維修兩個人 就被判監5年 並且罰總共罰了過百萬人民幣 案情指出 上海盛陸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總經理葉維俐、公司銷售經理徐建明 和公司生產主管謝維修 下令使用一種不符合食物添加劑使用標準的添加染色劑 檸檬黃製成饅頭 維他命C也改造用防腐劑山尼酸甲 食用期限方面 他們擅自刪改生產日期延長銷售時間 和回收過期的饅頭再用在生產銷售 相關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40條 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的條款 應以生產、銷售、危劣產品罪 在庭審上 被告人葉維俐雖然承認自己賣了檸檬黃 並組織用於生產 加入了粟米萬河入面 以改變產品的色澤增加銷量從中牟利 但是就自己辨稱不知道添加檸檬黃是違法 他還聲稱那個行為是行內普遍的行為規則 法院一審判處葉維俐、徐建明和謝維修三個人生產 銷售危劣產品罪名成立 被告人葉維俐犯了生產銷售危劣產品罪 判處有期同刑9年和罰65萬人民幣 徐建明也犯了同一條罪 判處有期同刑5年 並且要處罰20萬元 而謝維修也犯了生產銷售危劣產品罪 判監5年 也要罰20萬人民幣 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 北韓總理崔英林今天出訪中國 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據聞她是受到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邀請 不過通訊社就沒有提供更多細節 崔英林在2010年6月開始出入總理 也是執政黨勞動黨平壤市委員會的責任書記 對上一次訪話是10個月前的事 崔英林那次參觀了中國東北的電子工廠和製藥工廠 最後看看天氣速遞 隨著位於海南島二南的熱帶風暴海塘向西移動 華南沿岸地區的風勢在緩和中 同時位於西北太平洋的颱風納沙仍然向西移動 好了,接著看看明天9月27日的天氣預報 預測是大致天呈 最低氣溫26度 最高氣溫32度 相對濕度65%至85% 風勢方面是吹和緩的東至東北風 好了,新聞報戀完,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